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觉得住在美国的人每一天都招不保息吗 每一天都觉得第二天的太阳不知道会什么时候升起吗 有人可能会说那是一定的呀 那我也反问你一个问题啊 那这些有钱人为什么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过来呢 这些有钱人的孩子为什么基本上在美国不出事呢 有人肯定想说了你是不是想替美国的治安息地 不是啊 由于上一期呢 咱们说了美国几个最不安全的城市 那么我们在美国排前几十名的这几个大城市中间啊 我们再说几个最安全的城市 安全到什么程度呢 安全到啊 就是其实跟国内差距不大 我不敢说跟国内完全一样啊 明白吧 好 OK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说啊 首先啊 我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句 我说的是美国排前几十名的大城市 对吧 咱说那农村啊 小镇啊 这咱都不算 或者那种在咱们中国概念里算乡镇的地方啊 那种小城市咱都不算 咱就说啊 大都市里面吧 因为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嘛 首先啊 我先说一个啊 我个人认为非常安全的城市吧 就是不管横着排 竖着排都有它 不管你怎么排 从哪个方向看都有它 就是盐湖城 盐湖城我跟我去过啊 我跟大家还拍过 对不对 而且我当时在盐湖城 我是十二点在街上 不但走在街上 还在街上开车 大家看看盐湖城 几乎看不到流浪汉 而且盐湖城非常的干净 我跟大家拍了盐湖城 除了可能有些地方有点破旧以外 但是大量的地方非常干净 而且盐湖城也并不破旧对吧 总体来说盐湖城还是一算 一座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但咱们不能说大城市啊 而且非常有特点 我问当地的这个华人 我去买这个中餐 问当地的这个华人 我问这个盐湖城 治安怎么样 他们说 哎呀 犹他州 这简直是治安太好了 尤其盐湖城 他说犹他州啊 是美国最宜居最安全的州之一 因为整个犹他州嘛 他魔门特别多 而且 而且盐湖城是所有大城市中间啊 白人比例最高的一个城市 可能有很多人说嘛 说张自立 为什么你的城市比例中 总要说黑人比例 白人比例 这个不是种族歧视啊 我要先跟大家阐明一点 就是在美国所有的城市中间 有一个客观事实 就是黑人比例相对高的城市 他就没有那么安全 白人比例相对高的城市 他就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虽然说大家嘴上骂着昂萨多不好 骂着热尔曼多不好 骂着什么维京多不好 对吧 把他们都是抢来的 他们都是吃屑的 他们都是如何如何如何的 但是你把孩子送到国外去留学的时候 你愿意让你的孩子住在昂萨区 热尔曼区 维京区 还是让你的孩子住在黑人区啊 这个东西不言而语嘛 对吧 他们大家说点实话 对不对 我说的是一些很现实的东西 对不对 整个的盐湖城 是治安市非常的好的 反正给我的感觉 我前后几次去过盐湖城啊 给我的感觉 就是盐湖城这个城市 晚上12点 在街上市中心 走路 穿歌 快乐出去玩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他的那个城市 又干净又整地 特别像中国 他那种城市 就是 城鬼也好 什么也好 特别特别好 而且这个这里面全是白人 几乎看不到有色人种 除了有一些中国人 一些拉丁一百 很少很少 百分之九十几的比例 都是白人 这个比例相当于多高啊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比例几乎几乎相当于 汉人在中国的这个比例 大家想想 怎么汉族在中国的这个比例 百分之九十二 大家想想 这个你走街上少人民族 还是没那么常见的 对吧 这基本上就相当于这么一个比例 所以说整个的盐湖城 非常的安全 而且大家知道这个整个的北欧裔居住的最多的地方是犹他州 所以说那这种地方的治安就不言而喻了 对不对 我个人是认为非常安全的 第二啊 我认为相对另外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应该是哪上啊 应该是波士顿啊 虽然说很多人讲啊说这个波士顿啊当时也闹过黑命贵 也闹过这个也闹过那个 但是这不重要啊 他闹过黑命贵 闹过黑命贵 但总体来说 波士顿的治安还是相当好的 我认为所有在波士顿上过学的同志们啊 都都不会反驳我的说法 对吧 因为波士顿这种地方呢 全市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学生 你说他能乱到哪去 对吧 而且波士顿跟纽约这样的地方啊 风格完全不一样 波士顿算是全美国大城市中间 我个人认为节奏相对来说较慢的一个地方 人均受教育水平太高 我有朋友在波士顿做手术啊 你随便找一小诊所里面给你做手术的 哈佛医学院毕业博士 这都是这个你知道吧 波士顿 他的医疗水平全世界最高 他的受教育水平全世界最高 他就算闹一闹白左 他就算也可能发生过那种 黑命贵的游行什么的 但总体来说波士顿不会太乱 因为波士顿这个城市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去过可能不到一百次 反正去过可能八九十次吧 波士顿啊 基本上很多的地方都去过 我个人认为波士顿这个城市啊 还是一座比较适合生活的城市 如果你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你又期望孩子考好学校 但你又不想住在纽约 洛杉矶这些地方 然后你又想生活在民主党州 吃一些福利 你又想拿好的医保 而这波士顿无疑是一个好的选择 你的孩子也不容易变坏 对吧 你不像像我们佛村这种 到处都出现这么多的东西 而且波士顿还有哪个地方好了 波士顿是个找媳妇的好地 因为好的学区多 那么中国留学生自然也有多 这个中国留学生一多 就证明这学区好 然后所以说呢 这儿的这个美女自然也有多 符合你审美的这个美女自然也有多 所以说你能容易找到高质量的美女 就更容易啊 所以说波士顿啊 我强烈推荐大家 如果要是有空的话去一去 至于有很多人说什么波士顿 什么哈佛大学周边 什么都需要警察护卫 什么折纳啊 什么MIT周边都需要警察护卫 呃 行吧 行吧 哈佛大学我去过的次数不多 MIT去过次数不多 我在里面确实都认识这两个学校的学生啊 但是这两个学校吧 我去个次数真的不多 MIT可能就去过六七次 哈佛大学可能去过有个十几次吧 但是我总体感觉啊 就是反正我是敢半夜三更 一个人在哈佛大学周边走的啊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都不敢 反正我敢啊而且我19年6月份去参加啊 我哥们婚礼的时候就在波尔顿啊 波尔顿凌晨11点上街买东西走在这个街区里 一个比较旧的街区里人旁边的玩的小孩都不搭理我 我天这根本就不是像你们想的 那个走三条街去买个买点东西 然后再回来 这太正常了 太正常了啊 波尔顿没有那么不安全啊 就是你知道主要是美国为什么有时候你看它一个地区明明很安全 报案率这么多呢 是因为他把每一通报警电话都给算一句了 因为在美国啊他屁大点事就报警 夫妻两口的吵架也报警 狗丢了也报警 知道吧啊 就是这孩子晚上晚上九点钟不回家了 我怀疑孩子失踪了也报警 一般来说都不存在这种事情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哪啊 就还有一个我想说达拉斯 但后来我一想我去达拉斯转了一圈 我还是觉得吧心里感觉啊 奥兰多略胜半愁 我为什么不说坦帕啊 可能很多人说佛里达最安全的城市啊 最安全的大城市坦帕算一个 但是我想说坦帕这个地方 我其实去过坦帕比较乱的去的 坦帕有几个区啊 还是挺乱的 反正给我的感觉啊 我去过的这些啊 另外一个大城市里嘛 什么啊 这些还前几十名大城市里面啊 奥兰多无疑是一个自然相当好的地方啊 我说的 当然我说的有些朋友可能会不同意 他可能会去查总的犯罪比率 但你要知道一个城市总的犯罪比率啊 他总的犯罪比率 可能有些地方一个城市非常安全啊 只有那么一两个穷人区非常非常非常乱 但他其实就严重的拉低了这整个城市的水平 但其实你也并不住在这个区 你可能你在这个城市住一辈子 也去不了一回那种区 你知道吧 但是他其实就拉低了这个城市的水平 你知道吧 所以说啊 反正给我的观感吧 美国走这么多地方 奥兰多算是相当安全的一个城市 因为他首先啊 几乎他的小区都是新建的啊 这是其一 其二大量的都是从白左州来的 受不了的中产阶级 你比如说新建的这些房子 你问他都从哪儿来的 加州啊 芝加哥啊 伊利多伊州啊 纽约啊 受不了都跑过来了 马省啊 你像我我跟元哥家的那个 我那个老小区就元哥家 在我们家隔壁那条街 全都是这个 你知道吧 全都是这个 太猛太猛太猛了 就现在大家都受不了了 不是我那阿姨 最近不是也从芝加哥跑过来了 另外一个阿姨 不是以前也从纽约 都都都琢磨着在这儿 买房置地啊 这个都是很正常嘛 对不对 白左的地方嘛 大家待不下去了就走呗 这是另外一重啊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奥兰多 它很多华人住的地区 真的相当的安全 你像比如说我们住的这个医疗城 医疗城北边那个大学城 再往这个西边的什么 温德米尔 温德格尔 我之前给大家航拍过一个 奥兰多的那个有钱区 而且环境好 东西新 很多的区呢 非常非常的安全 所以说整个奥兰多呢 就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的人数无害 你知道吧 而且在奥兰多生活呢 就是总体来说 而且而且你可以去查分对比率 就是那 那我说这个区就是大区啊 都是算一个一个city 就不就不 其实它不都不包含在奥兰多市区里 但它其实是一个大奥兰多的范围 它整个的这个市区里 你其实可以看一下啊 大量的华人住的区 可能两三年就那么几起投钱 有些区可能三年一起投钱案都没有啊 就是属于这种 而且奥兰多这周边 佛罗里达这周边 是属于全美少有的 有安全门的社区 大量的新社区 它带一个铁门密码所 安全门 然后人脸识别 大量都是这样的地方 你知道吧 所以说我个人感觉啊 就是奥兰多一个中产区 有这些东西 但是我选择的那小区是没有的 因为有些区 它有嘛 有些区没有嘛 然后我爸我妈当时就 不是很喜欢交那么贵的物业费 然后我也觉得没必要 因为还是好 进来直接秃秃你就得了 这是我的一观看法 所以说大家就没这么选啊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三个城市绝对是 美国治安中的翘楚 治安中的灯塔 当然了 甚至它有些的地区 是不比中国治安差的 甚至有些地区犯罪率 比国内还要低 而且你平时生活中 你感觉也不用带什么枪 就完全就没有这种概念 你知道吧 这也是我想说的一点 总体来说 这是这几个城市 但是你要说它整个城市的概念 你说它治安超过中国城市 那是不可能的啊 我说的只是说 它相对来说啊 跟中国城市相近或者持平啊 它超过中国城市 你不用想了啊 这个不可能啊 我说的是有些地区 它的治安能追平啊 甚至超过中国城市 就是街区的概念啊 大家千万不要想象城市的概念 行吧 那这一期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大家拜拜